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课程的内容 那么大家还记得上节课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convolutionary,neural network,它的实现,对吧 然后我们上节课跟大家演示了这个,把我们之前学的各种可以增加准确率的各种方法都用上以后 比如说regulation,还有给它扩大训练集 我们给大家演示了在我们实现的convolutionary,neural network上,我们后来达到了非常高的99%以上的准确率 那么这节课我们先给大家再简单的把我们完整的实现convolutionary,neural network的代码就是network3,python的代码给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下面我们就开始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一种神移网络算法,叫做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从Eclipse来看一下我们这个network3,它完整的代码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导入一些包啊,首先就是说我们这个import zippico,它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 数据存起来的时候,我们要用到pico啊,还有zip打包的这个file,它是python里面自建的这个library 然后呢,我们要用到这个numpy,是吧,就我们计算矩阵的时候,肯定要用到这个 然后呢,theano呢,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它里面有很多的实现好的非常好的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它支持一种这个数据格式,叫做shared variable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把这个变量来装载到这个shared variable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gpu进行运算啊 再一个呢,我们通过这个theano tensor里面的这种已经实现好的这个neural network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这个来导入这个convolution的运算,还有softmax layer 然后我们还可以导入这个randomstreams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导入这个downsample,就是说我们后来不是要做pooling的时候 我们在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调用这个函数来给它把图像缩小 好吧,好的,那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把我们上节课没有解释到的一些简单的一些code 给大家再整体的过一遍,好,首先呢我们定义一些简单的function啊 这是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这个activation的这个function呢 除了我们之前原始用的这个,我们一直以来所用的这个sigmoid function 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也可以用一个linear function,是吧 比如第一种的话很简单,linearz就等于z 也就是说这个function它的内容其实就是fz等于z,是吧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linear function,所以我们define linearz returnz就完了 好,那么第二种是我们后来改进版的,就是我们要用这个reclified linear unit 大家还记得这个函数的内容吧 就是fz等于max0和z,是吧 上次我上课讲的就是说这个数如果比0小的话呢,我们取多少 取0,对吧 然后如果这个函数比0大的时候我们就取z 所以它的图像是一个和x轴重合的一条图像到00点之后 然后一直就是让这个y等于z这个斜线往上走 然后一个直线往上走 所以这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简单的啊 所以我们用这个tensor,就是我们这个Ciano里面的一种数据类型 叫做tensor,我们简称t,t点这个maximum 它本来有一个函数来,来这个计算两个数的最大的数啊 所以我们传入就是0或者z嘛 这就是我们这个reclified linear unit它的定义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说从这个Ciano里面 Tensor里面我们导入一个这个sigmoid function啊 这是在tensor.neural network里面它是实现好的一个function 所以我们直接导入就可以了 然后呢还有一个CianoTensor里面有一个这个tank function啊 这样我们大家也讲过 好,那导入这些activation function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开始正式来定义 首先的话我们是用 我们要有两个设置 就是我们让计算机可以用GPU 或者可以进行计算 或者可以用这个CPU进行计算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先定一个定一个变量 叫做GPU啊 这个变量它的这个变量 它的这个是一个bullient variable 就是真货减的一个变量 然后它的默认值等于true也就是真值 然后所以呢我们的条件如果是GPU 就如果GPU是真值是吧 我们就打印出来这个就是告诉这个用户 比如说我们正在trying to run under GPU 我们使用这个GPU进行运算 然后呢如果这个不是理想的情况呢 请把这个network里面的这个GPU的这个flag 也就是这个值设成false 设成这个假 也就是说您的机器如果不支持这个GPU AVIDIA GPU的话 那么您要用CPU的话 就把这个GPU这个值设成假 设成false啊 如果是真值的话就可以这个 我们看到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来使用GPU呢 就是说 通过Ciano Config floatX 这是它一种数据类型 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个shared variable 它是使用这个floatX的数据类型 把它定义成float32 然后后面我们通过定义数据类型 当然等于这个shared variable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调用GPU来进行计算 好的 那else呢当然很简单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开始初始化的GPU是false 假的话呢 那我们就printing 就是说running with CPU是吧 然后如果这个CPU不是我们想要的情况呢 就请把这个flag就是这个值改成这个正 也就是我们要使用GPU是吧 好的 所以这就是简单的一个设置 是用GPU还是用CPU 下面呢我们这个首先load data share 这个很简单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要load我们的dataset 是吧 这个大家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我们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路径 就是我们这个程序可以 这个我们数据集可以存储到 这个minist.pico.gz 存到硬盘上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fgzipopen 把这个file打开 把这个文件打开 然后我们把这个通过.zippicoload 就是把这个本地文件加载进来 然后把它分成这个training data validation data和test data三部分 然后把fileclose掉 然后呢我们下面呢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place the data into the shared variables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数据啊 要存到GPU所支持的这个 python里面的这种Ciano的share格式下 所以呢我们看 我们硬提名叫sharex是吧 就等于Ciano这个包 然后呢share的这种边上格式 然后把它数据类型转化成share的variable 是为了可以让它在这个GPU上进行计算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data0是吧 然后我们这个data type 等于Ciano这个fileclosex 这就是我们把它执行成这种GPU所支持的数据类型 然后borrow等于true 就是我们可以共享这个share的variable 然后把这个数据类型的格式转化成那个numpy array 就是as array 然后我们对这个下面这个y也是一样是吧 0就是它前面这个x的feature这一部分 测证值这一部分 然后y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标签 我们把它都转化成share的variable 然后呢我们return这个sharex 然后把它custom成这个 因为y是整形它的这个数据类型不是从0到9吗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转化成这个int32 转化成整形的对吧 然后呢我们return的是这个三部分是吧 就是我们的训练级 我们的这个验证级validation data 和我们的测试级test data 好的 那下面呢我们就是开始正式定义我们这个network 这是我们的class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类是network 然后我们首先这个构造函数 这构造函数呢上节课我们跟大家已经解释过了 这个代码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个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的方法 我们上节课跟大家也详细解释过 所以我们这就跳过这个代码跟上节课解释的一模一样 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看一下这个类 叫classconvpoollay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这个顾名思义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类就是定义的我们在做convolution的时候 不是要分两步吗 先做convolution再做pulling 所以我们这个类就是定义的这两步是吧 所以我们用这个类来就是进行两步运算 一个是进行convolution的运算 一个是进行maxpulling的运算 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这个函数它的这个 默认的这个初始化的这个函数 init呢 它里面就是传入了一个这个filter shape image shape 这个filter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开始做这个convolution的时候 我们传入了这个参数啊 然后呢这个image shape呢 就是我们的图像的大小 然后这个pull size就是我们做pulling的时候 是把它缩小到几乘几的 大家记得我们昨天讲的例子 如果本来这个图像做完convolution之后是24乘24的 我们把它做这个pull size之后 分别长宽都缩小二倍是吧 就是每四个像素点的值变成一个值 这样的话我们把它的那个长宽都缩小二倍 所以这个pull size是我们人工自己决定的是吧 所以这个pull size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activation function呢 我们自己来指定 可以等于sigmoid 也可以等于我们定义的别的activation function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filter shape呢 它其实是一个长度为似的一个python的里面的tuple 数据类型是一个tuple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interest呢 它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数 它是指的是number of filters 就是我们用了几个filter 第二个数是number of input feature maps 就是我们这个feature maps有几个 第三个话就是filter height 就是我们这个filter的这个高度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filter width 就是我们这个filter的这个宽度是吧 然后呢image shape这个比较好理解 它也是一个长度为似的tuple 它的这个entry分别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mini batch的size 就是我们每个mini batch里面要放多少个x 第二个呢是the number of input features maps 是吧就是我们这个feature maps数量 第三就是image height 然后是image width 第四个是image width 然后这个pull size呢其实就两个值是吧 分别就是说y和x的这个pulling的时候的size 把它缩小了多少倍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下面实现的时候呢 首先呢我们这个转转入对吧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lade 把它的这个变量初始化 那就无非就是filtered shape 等于传接的这个filtered shape 然后对这个image shape pull size activation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这定义这个nout 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个初始化 我们的权重和偏向就是weight和这个bias 我们首先定义这个nout 就是我们这输出的时候 我们这个曾经员的个数 那这里我们看到啊 我们的这个filtered shape对吧 filtered shape的话 我们知道它里面的表现的四个 它的四个数 它这个是个tuple 它里面的四个数分别是这个number of filters number of input features 那它012是吧 2的话其实就是第三个feature filtered height filtered width 也就是它的长宽 就指的是它的这个这个矩震的高和宽 分别是多少 就是多少行多少列 那把他们两个是吧 乘起来product乘在一块 然后我们再除以这个pull size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下一层是吧 比如说我们不来24乘24 然后我们除以2分别 变成12乘12的 就是144个输出 输出层有144个神经元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来算一下输出层的这个神经元个数 然后下面呢很简单 就是我们通过正态分布的这个方法 来把它从这个这个平均值为0 然后我们的这个方差为1 除以输出层的除以输出层 然后开根号 这样一个正态分布的这个分布中 来把它随机的产生出来 分别对于这个偏向和这个权重啊 都这么来产生 然后把它存成一个这个 theando的这个一个共享的这样一个 函数类型 然后下面呢我们set input 是吧 这个上次上节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我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 forly connect layer 这个我们上次给大家解释过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oft max layer soft max layer 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主要是根据soft max 这个方式来定义是吧 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就是 所有的数据类型都是把它转化成 这个theando里面的shared variable 就是说这种数据类型 它可以直接支持gpu的云算啊 然后呢我们这个cost function也很简单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log likelihood的cost accuracy呢我们昨天也解释过了 好然后我们定义这个简单的定义size和dropout的方式 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network的实现啊 然后呢我们在跑这个network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这样来跑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demo 就是我专门来跑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 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点就是说 我们首先load这个data是吧 dataload进来之后呢 我们定义这个minibatch的size 然后下一步大家注意点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在这个扩大的这个训练 集上来训练的话 我们不是之前实现了一个function 就是说我们想把对5万个训练集 把它人工扩大一些 把它扩大5倍 大家记得怎么扩大是吧 就是就是把每一个图pixel这个像素 分别向上下左右移动一个一格 移动一个像素 那这样的话我们不是产生了5倍的这个 就是原来数据集的5倍的数据 分别就是上下左右 然后来增大一倍 那么我们的新数据就是以前数据集的5倍 所以我们这个扩大的方式呢 我们是在这个方式里面实现的啊 就是我们就要有个叫expanded training set 我们看一下啊 其实我们是通过调用这个方式 就是expanded minist 这个代码比较简单 下面大家自己研究一下啊 我就不在这里详细讲了 然后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数据集扩大之后 我们是这样 我们首先在这个我们本地的硬盘 存下来我们下载的这个minist dataset 是吧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说 我们在本地的硬盘里面是吧 我们这个通过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下载整个这个程序的时候 我们把它这个数据集也下载下来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存在是吧 叫minist pico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通过跑这一段程序 就叫expand minist 这个数据 我们把这个我们要的数据集 通过这个输入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数据 原始这个数据集 然后我们把它的路径 就只要改成我们原始数据集的路径就行了 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原始数据路径在这儿 对吧 这我们本身数据的路径 然后输出的数据集呢 就是我们要保存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程序 它的目的就是我们把本身的数据集来 扩展成5倍的数据集 然后我们只要把这个输出的这个pass 就是我们现在路径换下换成我们要存的 保存的路径就行了 我现在想把它保存在同样的路径下 所以我们把这个 路径改 对应成我们当前这个电脑上硬盘 一个合法路径 让我们看到我们 在运行完这段程序之后呢 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数据集 它的 包含的数据就是以前的5倍这么多 所以呢 我们如果想在这个扩大的数据集上来run程序的话 我们就先把这一段程序run完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新的扩大以后的数据集 这个存了以后 保存了之后 我们来接着看这个怎么调用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写 就是说expanded training data 然后呢 后面两个是空 然后我们就等于我们把刚才保存的这个路径输进去 是吧 这是我们刚才保存的这个扩展后的路径 所以把这个路径改成我们现在保存路径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跑了 跑的这个代码跟我之前解释的一样 我们用的就是刚才我们创建的这个network3的这个python的类 然后我们用这个构造函数network 我们插入两个convolution pool 就是convolution和pooling layer是吧 加入两遍 然后有一个fully connected layer 有一个另外一个fully connected layer 还有最后一层是一个softmax layer 然后我们使用了这个dropup的方法是吧 好的 那我们通过这个整个代码了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我们刚刚实现的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然后我们可以跑一下来看它的performance 这个跑起来花时间比较久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不给大家在这个课堂上现场来演示了 因为要等时间比较久 但是我把之前的这个跑过的结果呢 已经存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准确率啊 我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们看啊 我们现在是在GPU上跑 然后当这个mini batch的number是达到24000的时候 我们这个准确率 也就是第一轮结束是吧 我们的这个准确率就达到98.82%了 然后我们结束完第一轮 也就是第二轮 刚才这个0就是等于说第一轮 我们在结束完第二轮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validation这个达到98%是吧 在test的数据上 我们就达到99%的准确率了 然后在这个我们看准确率还不断不断上升啊 百分在第二第三轮之后99.25 然后后面我们看一下99.51 99.53 是吧 99.53 所以我们达到 我这个还要还在继续运行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十轮过后 十个epicates之后 我们准确率就达到99.53%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验证了 我们之前所学的很多方法可以 不仅是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包括dropout 还有这个手动的扩大训练集 还有使用这个rectify linear 这个function 我们这些方法全部把它汇总在一起 都可以大大提高到我们这个训练的准确率 好 那么我们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下面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介绍一下一种新的network 叫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那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种 这是一种神经网络一种新的结构啊 跟我们之前学的CNN有所不同 那这个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是谁发明的 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大牛 是吧 深度学习的大牛 Jeff Hinton 他发明了这种神经网络的这个结构 那他是用来干嘛的呢 他的用途比较广啊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我后面会给大家详细解释这个结构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他的用途 他的用途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来降维是吧 做这个dimension reduction 也可以做classification 还可以做regression 包括我们可以做feature learning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出比较有效的feature 在做classification之前 这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 这个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它其实是一种比较强大的算法 为什么呢 我们说因为它是一个非监督学习 就是说它是onsupervised learning 监督学习和非监督学习有什么区别 大家还回忆一下是吧 非监督学习顾名思义就是说 我们不知道这些数据的真实的label 它是属于哪一类哪一类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这个数据 但是我们不知道 它是没有任何一组训练集告诉我们 它每一个数字 手写数字属于哪一类 比如说 所以这种叫非监督学习 那么这个onsupervised learning 这是比supervised learning 当然要更加困难 更加有挑战性的一种任务 那么这个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这种实力网络的结构呢 它可以用来进行非监督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非监督网络 用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学习 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好 首先呢 我们介绍只有两层 有两层的神经网络 一层是visible layer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吧 比如说我们输入层 第二层呢 我们叫做hidden layer 这个很熟悉 就是我们的隐藏层 好 那我们使用的activation function 其实还跟以前一样 我们还是一个 每一个值的神经元 它的输入是吧 乘以它的对应权重 然后呢 我们加上一个偏向bias 再用某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比如说sigmoid 或者说 rectified linear function 然后我们得到下一层 就是它的output 也就是下一层的值 是吧 这个跟以前我们学过的 神经网络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再接着看 到某一个地方开始 它就不一样了 那么在这个得到这个 所以很简单就是input 是吧 对于这个 我们hidden layer的话呢 我们加全求和 然后加上bias 再用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是吧 我们得到a 就是下一层的输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所以呢 对于任何一个值来说的话 我们比如说要求这个神经元的值 是吧 我们就是根据每一个输入值 x分别乘以它对应的权重 然后我们加上b 再用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等于a 大家看到这可能觉得 这和以前我们学的神经网络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在多个输入的时候 当然是每个值 乘以它对应的权重 再加上bias 就得到下一层的每个值 这还是跟以前一样 但是不一样就在这儿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说 当我们更新完 这个 从input 比如说我们有多个隐藏层 是吧 更新到这个第二个隐藏层之后呢 我们 这时候呢 如果到了神经网络的末端以后 我们需要反向更新 就神经网络反向更新 那朋友们说 哎 这个不是我们以前在做这个back propagation的时候 就这么做的吗 但是我们再想一想 这和我们反向更新的目的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以前神经网络在输出层 我们是有一个输出层 对不对 它是有这个实际的label 也就是说 它是有这个真正的数字 比如说作为手写数字来讲的话 它是有真正的标签的 但这种神经网络它是没有的 那我们怎么来更新这些权重和偏向呢 我们是通过这样的方法 就是到了最后一个hidden layer之后 我们直接用它们之间联系的这个weight 就开始反向更新 就是从这个最后一层往到第二层更新 就是我们还是加全求和 比如说 这两个值跟这个三个值两两相连 对不对 每个值分别乘以这个weight和这个bias 这个每个值分别乘以它的weight 然后加全求和之后加上这个bias 但是我们注意啊 这时候这个bias 就是我们新初始化的一些随机的值 跟以前我们第一轮正向更新的时候 它这个bias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返回更新这个network的时候 我们这个b是用的一些新值啊 所以呢我们这个隐藏层 等于说变成了输入层了 然后我们来反向更新这个network 我们老的全 我们用老的权重和新的bias 就是我们的权重用的还是以前的 但是我们这个b啊bias 我们是从重新这个初始化 也就是重新比如说 从正态分布里面开始来产生这个值 好 那我们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 回到更新更新更新 我们不是可以更新到这个输入层了 有开始就原始的输入层 这个第一层 那么第一层和我们开始输入的数据 它是有一定差异 是不是 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差 我们就当做一个arrow 它是一种衡量 然后我们通过想把这个arrow来最小化 这样一个建立这样一个方程 我们就可以用迭代性的方法 不断的往前正向 然后往回反向的更新 往前正向往反向的更新 后来我们通过达到这个convergence 也就是这个收敛之后 把这个arrow最小化了 这就是一个convolution 就是network 我们看下就是说我们往回的时候 是吧 我们这activation就成了new input 然后往回走的时候更新更新 然后但是我们这个bias是新初始化的 是吧 然后我们回到原始输层之后 我们算出的值跟原始输入层比较 我们的目的就是最小化这个arrow 然后我们接着这样迭代性的更新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正向更新的时候 我们的输出神经单元 我们正向更新的时候 我们用输入来预测神经元的activation 也就是输出的概率在给定的权重下 相当于这个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在给定的x这个数据集和这个weight的情况下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activation function 它输出的概率是多少 但是我们在反向更新的时候它是反了 就是说我们activation被输入到这个网络里面了 然后我们用它来预测原始的数据x 所以呢我们是这个restrict bosom machine 它是尝试来估解x的概率 也就是对定的给定的activation a 我们来估解x的概率 那么我们的参数就变成了给定一个activation的值 a 和这个w权重 我们想知道 等于某个x的概率啊 这是两个相反的过程 所以呢结合这两步呢 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模拟的其实是一个x和a共同的一个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就是它的一个概率分布 那么至于概率分布呢 它是怎样来分布的 包括我们我们如何来这个进行定义和图像给大家解释 我们下节课呢 会给大家来详细解释 好的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